听过狗妻吗 把养熟的老狗包光皮肉 浑身扎针 鲜血淋漓的封进棺材里 九天后开关 就有了漂亮听话的狗妻 我嫂子就是这样来的 直到她生下的六只狗仔 对我割顿成肉包那天 嫂子第一次说人话 她说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死无葬身之地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斗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嫂子生了一窝六只狗仔 黄黑杂色的崽子 扎堆拱在嫂子胸前找吃的 我爹很嫌弃地骂了嘴 连一个人胎都生不出 真是白痒了 嫂子汉淋淋蜷缩在角落 虚弱地舔尸着那六只狗仔子 她容貌艳丽 有一张能让所有男人 沦陷的皮囊 可我知道 嫂子就是条土狗 货真价实的那种 毕竟 我是亲眼看着我爹 把家里的老母狗拖出来 一寸一寸包皮抽骨 残忍血腥的一幕 让我至今难忘 大黄疯狂争动 可我爹是当地有名的杀狗匠 手起刀落 几下就把狗包成血淋淋的肉棍 没蹬下 他面露猙獰的冲我吼 死丫头 还愣着做什么 快把棺材给老子抬过来 误了请狗妻的凉晨几日 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封关九天 狗成人妻 我们王家就要有媳妇了 九天后 我哥一身媳妇来乱葬岗迎亲 所有人都喜笑颜开 只有我悄悄擦眼泪 我跟大黄最亲 我们一人一狗 常蜷缩在窝里 借用彼此的体温 来熬过乡村漫长的冬夜 小时候 我被丢了好几次 也是大黄寻着位找到我 将我叼回家 大黄很通人性 可再通 狗就是狗 又怎么能变成人呢 开关瞬间 所有人的呼吸都平住了 关带一开 额臭味扑面来 再定睛一看 我的狗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活生生的女人 我哥兴奋的眼都直了 女人浑身赤裸 她上手去摸 那细腻柔滑的手感 让人流连忘返 突然 女人睁开了双眼 她目光呆滞 有双根大黄一样 无辜的大眼睛 无辜过头 就成了无知 成了允许罪恶行的温床 当晚 她被我哥拖进了房里 房里传了一首狗嚎声 凄惨无比 彻夜不停 我爹说狗妻什么都好 就是不会说人话 小院里摆了几桌 房里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 来吃喜酒的村民 听得馋死 老王 你家媳妇 啥时候也给咱们试试 就是 我家请来的 怎么就是不如你家水灵 我爹得意的给村民们 传授心得 扒狗皮 讲究个仪器合成 可不能随意断 缝狗皮的这线也讲究 要用处女血泡足81天 越老的狗 请出的狗妻就越忠心 越得劲 请狗妻 就是我们村繁衍至今的秘密 难怪村里汉子 无论再穷再丑再坏 都有漂亮媳妇 很快 嫂子怀孕了 狗的孕妻跟人不一样 人十月怀胎 而狗妻 只需要短短两个月 狗崽很可爱 被嫂子奶得圆滚滚 见到我尾巴摇得可欢 像毛茸茸的狗尾巴草 你一招手 他就热情地摇 可没几天 我哥用竹篮子 把狗崽全提走了 嫂子急得用嘴去揣我哥裤腿 话来狠狠击较 汪汪 嫂子鼻青脸肿 嗓子都叫哑了 我难过地摸他脑袋 大黄 我哥肯定是给崽子们找新家了 你看 在我们这也吃不饱啊 你也没奶水了 都瘦成什么样了呀 嫂子懂事 眼泪汪汪的舔了舔我掌心 在我们家 做人比做狗还惨 嫂子晚上被我哥折腾 白天我爹会给他套上石墨 用鞭子督促他劳作 他明明逆来顺受惯了 可这次 他显得很焦躁 晃得身上铁链当当乱响 当晚 我爹炖了一锅肉 还热情邀请村长来吃 哥 咱俩哪来的肉啊 你们上山打的吗 是啥肉啊 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馋得口水直流 哪有女人上桌的道理 院里 男人们狼吞虎咽 吃得满嘴流油 锅里肯定还有 我捏手捏脚溜进厨房 我迫不及待喝了一勺肉汤 浑身立刻暖洋洋 可就在捞肉时 一只大眼珠子飘了上来 我浑身汗毛瞬间就炸了 一屁股摔坐到地上 我想尖叫 可嗓子里就像生了秀发了眉 怎么都发不出声音 沉锅底的那半颗狗脑袋也浮了起来 狗眼还瞪得大大的 无辜的与我对视 狗仔怎么会在这 我爹不是说 送人领养了吗 怎么会在这 我心脏砰砰乱跳 根本就无法思考 胃里翻江倒海 刚喝的汤一股脑全呕了出来 而嫂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静悄悄站在我身后 万物有灵 母亲是不会认错自家孩子的 嫂子疯了一样冲了出去 她死死咬住我哥的脸不撒嘴 直到我爹跟村长用棍子狠狠砸下 嫂子涂掉嘴里我哥的脸颊肉 满嘴的血 从来只会狗叫 我要杀了你们 让你们每一个人死无葬身之地 狗妻说人话 是不祥之兆 不能留啊 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谁家的狗妻要是说话 就预示着家里的人将会有灾祸发生 三人一合计 干脆套上麻袋 你一棍我一棍的把嫂子打死了 可 奇怪的是发生了 先是我爹说肚子疼 疼得在炕上直打滚 吃了药也止不住 肚皮不停蠕动 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我撞着胆子举灯去看 这一看 可把我吓得到抽冷气 但见我爹肚皮眼变大了不少 周围还长起了细腻的小白牙 硬邦邦的牙齿 随着肚皮眼一张一缩 简直就像 就像一张狗嘴 爹 你肚眼里长了狗乳牙 我爹习惯要打我 可他现在肚里脚痛 实在没气力 我灵机一动 奔去厨房端来一半碗米粥 才靠近 我爹又痛苦呻吟起来 而他肚皮眼里 缓缓探出一条狗舌头 那小小粉嫩的舌头 贪婪的舔是米汤 一下又一下 只把碗底舔干净 才消停下来 这一幕 把我们都吓懵了 今晚彻夜不眠的 可不止我爹 天还没亮透 我们就听到村长的死讯 他死在了家中 他用菜刀 活生生劈开了自己肚子 村里很小 这是很快传遍各家 等我来到现场 就看到向来威风的村长 不着寸驴躺地上 他手里还握着刀 被破开的肚子里血肉模糊 里头内脏不知去向 只剩下零星几块 连着碎肉的骨头渣子 村长老婆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我男人睡之前就很奇怪 一会儿说肚子疼 一会儿说听到狗哭声 中邪了似的 举着手电筒在屋里到处照 什么嘎啦缝隙里都找了 可我们家压根没养狗啊 可其就其在 村长尸体被发现时 真有两只狗仔撅着屁股 在他肚里美滋滋抢吃的呢 我浑身一击零 脱口而出 是不是巴掌大的奶狗 一只额头有黑毛 一只满身黄 只有四只是黑色 村长老婆狐疑地看向我 你怎么知道 我意识到说错话 赶忙离开 我当然知道 那两只狗仔 就是嫂子生的 村长那晚吃得最多 连狗骨头缝里的脊髓 都吸干净了 所以他肚里的狗胎 长得也最快 六只狗仔 正好一人生鸭 我割肚脐眼也开始冒乳牙了 他怕得很 连夜请来到时 到时到时 我爹肚子胀得 比怀胎九月的孕妇还大 随时都要炸开 肚脐眼里 原先米粒大小的狗牙 已经长大成獠牙 我贴在爹肚皮上 还能感受到 乃狗在肚皮上 时不时还撑出几个狗掌印 老道一看 惊得直扎嘴 虎毒还不食子 你们吃自己骨肉 怎能不遭报应 我爹边哀嚎边辩解 说那只是一锅狗肉而已啊 狗妻生子 胎胎不同 一窝里有狗胎 也会有人胎 人胎的话 虽然模样与普通人没啥区别 但寿命还是随狗 老道冷笑 同样道理 狗胎表面是狗 一半血脉也是人 沾过狗漆的男人 吃了自己骨肉 肯定要遭报应 这话一出 我哥琢磨出位了 嫂子平日被拴在后院 又不会说话 谁都能去糟蹋一把 村长死了 现在又轮到我爹 男人醉季被人戴绿帽 我哥气的扑了上去 眼看父子打成一团 老道没心猝起勾壑 转头就要走 性命要紧 绿帽算个屁 父子俩赶紧拦下人 声泪俱下 说 您可救救我呀 我还没为王家留后 可不能就这样白白死了呀 老道的娘跟我们家沾亲带故 她常叹一口气 只能作罢 遇上你们 也算我倒霉 那狗气现在在哪 我眼眶一下就红了 啜气的只向外头那堆新土包 我嫂子早就没了 嫂子尸体还没下葬 没辙 抬不动 咬了几个汉子抬 可都没法抬起来 只能先扔在外头 烂不一掀 嫂子半边脸 像被砸烂的西瓜 四肢扭曲 黑窟窿一样的眼眶里 已经有尸虫在往外爬 还不动 是因为怨气太重 狗胎在你们腹里已经成形了 不消了她的怨气 你们全家都得死 一听到要给嫂子设灵堂 我爹不乐意 就一吐狗 还配得上用棺材灵堂 老到呵斥 我看你们睡她的时候 倒不嫌弃她是狗 命都保不住了 还想保那点钱 村长什么下场 你们还不清楚 两人不情不愿照做了 把糖污腾出来 架两根高凳 还有你们吃的狗仔 肉没了 骨头总还剩点吧 把骨头跟狗气分开摆 气不能挨在一起 高凳下点一盏油灯 做法期间不能灭 然后老到让我去河边取心泥 堆在嫂子七窍上 在网上插香 我忍不住问 那香要是灭了呢 老到意味深长 看了我一眼 灭了 当然就表示狗气怨气不散了 我盯着嫂子的尸体 若有所思 法坛摆好 老到要两人跪下 前程反省 我拳头不自觉捏紧 反省 他们是全天下 最自以为是的人 要他们反省 比登天还难 果然 我爹挺着大肚子 不情不愿跪下 大黄啊 你就看在我们养你 那么多年的份上 不要那么小心眼了 你命多好啊 还能当回人 我哥也帮腔 就是那么多男人伺候你 你要能生出人胎 我们砸锅卖铁 也会养啊 他们在说谎 这个家 明明是靠嫂子撑下去的 每个月 他们去县城赶集 而嫂子 就是他们去置换的本钱 我爹的酒钱 我哥的赌资 都是嫂子换来的 可他吃的是什么 是馊臭剩饭 甚至连件像样壁体的衣物 也没有 为什么我们的命 要那么苦 这个念头一升起 也不知道来的一阵邪风 把刚点燃的香烛全吹灭了 现在还是初秋 可灵堂冷得跟冰窟一样刺骨 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那是什么 我倒抽口气 指向窗户 窗外冒出无数狗头 那些猙獰的狗脸在窗边 眼似悠悠悠鬼火 空气中 犬类的喘气声 此起彼伏 到底有多少 成百 还是成千 数不清的恶狗对我们虎视眈眈 撞得门窗框摇晃 眼看贴在外头的黄服燃起火花 老道立刻碾伏起皱 狗气回来复仇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别回应 记住了 谁回应 谁就死 最后一道黄服炸开了 阴风瞬间涌入 嫂子扭曲着四肢爬了进来 狗样到处嗅着胃 生死关头 我爹当激励断 狠狠一脚踹在我小腹上 它要用我当诱饵 我毫无防备 被踹得尖叫了一声 这下可好 无理无外的恶狗都看向我这里 我赶紧捂住口鼻 趴地上一动不敢动 紧张的后背全是汗水 突然间 我的脸被什么东西舔了 我心脏在短暂停顿后 开始疯狂跳动 是嫂子 我呼吸变得顿重起来 嫂子的舌头湿路冰凉 它从我脸颊轻轻舔到鼻尖 显出几分亲密 当狗这样舔你脸 表示它无条件地信任你 我刷了一下睁开眼 昏暗的视线里 我对上一双心红的狗眼 嫂子就在我面前 它的脸烂的面目模糊 似人非人 似狗非狗 这一瞬间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 不是因为恐惧 那是一种混合着悲伤 愧疚 思念 愤怒的炒热 嫂子 我对你的命运无能为力 所以 老道让我去取河里心泥 我没去 我取的呀 是你沉湿这几天 身上积攒下的阴泥 那是你的恨 你的怨 你对宰子的思念 怨气入泥 怎能点燃香烛呢 汪屋 嫂子的脚步声离我而去 听声音 她去了我哥那边 他们最怕死 都憋得满脸通红 也不敢吭一声 嫂子没嗅到人气 眼看就要离开 我爹刚松口气 突然间 他肚脐眼里 传出一声响亮的奶狗叫 时间仿佛凝固了 毛骨悚然的几秒安静后 无数恶狗朝我爹扑去 伴随着思咬啃时 我爹凄惨的向我哥求助 可我哥这个耸包 哪里敢吭声 他老实藏在角落 任由我爹 喊到声嘶力竭 他也没睁开眼 等到天亮 我爹尸体都凉透了 他脑浆流了满地 肚子被从中破开 软啪啪的朝两边摊开 房间里 多了两只活蹦乱跳的奶狗 他一死 我嫂子的尸体终于能入关了 狗其所命 这是不见血不肯撒手啊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说到这 老道突然看向我 问了个奇怪的问题 这丫头还没来越试吧 关我什么事 我心里一颤 但脸上满是疑惑 书 那是什么呀 老道眼里滑过一丝阴冷 当晚 他跟我哥把我钉进棺材里 你们吃了狗儿子 要消散他怨气的唯一办法 就是祭祀 祭祀自己的骨肉 一命换一命 狗气在下 童女在上 你家丫头还没来越试 是童女 效果最好 嫂子的尸体就在身下 她的手脚伸出黄毛 见露狗胎 我放声痛哭 我哥显反 恶狠狠往我嘴里塞满破布 就知道哭哭哭 丧门星 看咱爹都被你哭死了 我企图求饶 哥 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现在这个家只剩我们兄妹了呀 我哥听后大笑不止 他用一种得意的语气告诉我 什么兄妹 你呀 也是狗气生的杂种 本来也活不了几年了 我呆滞着 脑子空白了很久 嫂子 是我爹请的第二个狗气 第一个狗气 当然是给自己请的 你那狗娘养的娘 生了几窝 只生了你一个人胎 还是女的 没点用 难怪 他们对我永远不亲近 对我呼来喝去当畜生 难怪 大黄对我那么好 有事没事就舔事我 难怪 他们那么着急 要拿我去换彩礼 一只狗能活多少年 村里鲜少有活过15岁的狗 我还有多少日子 看我万念俱灰 老到生起一点怜悯 他趁我哥不注意 偷偷凿出几个透气小洞 丫头 别怪书狠心 我娘是你爹的亲姑 叮嘱过要给你家留后 你是童女 阳气族 活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随着最后一根血钉钉下 我的希望也破灭了 无法形容的窒息感扑面而来 我很怕 因为我说谎了 我今年14岁 是来过月室的 都来过两次了 可我不敢跟任何人说 来月室 就表示可以生孩子 我爹早都计划好了 隔壁村的麻子张大方 彩礼能给到足足2万 等着丫头一来月室 就立刻嫁不去 麻子张比我爹还老 满脸独疮 被他糟蹋的姑娘 听说身上也会长出奇怪的东西 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第一次来时 我怕得发抖 只能每晚偷偷跑到河里洗裤子 哪怕疼得肚子要裂 我都装着没事人 样下地干活 我犯愁过 现在才入秋 等到了冬天和结了冰 能怎么办 我能瞒多久 瞒不住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安静的棺材里 除了我的心跳 开始还有了别的动静 我哽那痒痒的 我不用回头也知道 嫂子那双发毛的狗爪 已经搭在了我肩头 如果不是手脚被绑着 我真想摸摸他的脑袋 狗啊 对血腥味最敏感了 我来月室那晚 也是嫂子最先发现 他着急地拱我 扯着我去河边洗裤子 所以为了自保 我把几日前来月室的脏布 往我哥的每件衣服上都抹了抹 嫂子 你狗鼻子最灵了 你知道哪有肉吃的吧 那晚 我在棺材里睡了个难得的好觉 梦里 嫂子跟六个狗仔 趴在地上晒太阳 宰子团在嫂子身边 我也是 我给他们都取了名字 我说老大毛色金黄 一根杂毛也没 叫大喜 老二胆子最大 吃奶最拼 体型最大 叫小猫 老三最笨 走路都不稳当 我亲切地喊他 喊喊 名字脱口而出的那一刻 狗一下就从畜生 成了我的家人 第二天 倒是来开关 看到我安然无恙醒来 他脸色骤然变得猙獰 立刻往我家赶 可太迟了 我家门口围了不少人看热闹 原来我哥 昨晚喝大后 被一群野狗袭击了 惨妖 命根子都被咬没了 胯下一滩血啊 奇怪 昨晚也没听到狗叫声啊 奶奶的野狗能那么雄 不男不女不能留后 这活着还有啥意思 不如死了算了 我哥被咬得面目全非后 身体迅速消瘦 狂叫乱跑 见人就咬 他行为越来越像狗 连上厕所都要敲起腿 埋土盖胃 村里人说他是得了疯犬病 这种病 相当于绝症 治不好的 老刀看没得救了 立刻收拾行李回家了 就你 这看在你是王家 唯一男丁的份上 现在你又不是了 我也无能为力啊 我哥绝望的想说什么 可一开口 就是汪汪两声狗叫 好在 我真的很喜欢养狗 我用套嫂子的那条铁链拴紧他 我哥做人实爱打人 当狗反而听话多了 也不知道哪天起 我哥就不见了 可能逃了 也可能死了 毕竟得了狂犬病 我承认 有天夜晚我隐约 听到铁锹杂狗声 但我哥已经成了疯狗 总不能喂了一只狗 就跟邻居闹翻吧 那不就是一只疯狗吗 你的意思是 村长王安平 你爹王父都是死于狗妻复仇 而你哥也是变成了狗后失踪的 你们村的媳妇 都是用狗变的 这段匪夷所思的陈述 让负责审问的警察们都傻眼了 我局促的点头 用笨拙的香音解释 警察叔叔 我说的都是真话 他们都是吃了狗气生的宰遭了报应 我哥的下落 你应该去问问邻居 今天 村长老婆领的几个警察找上我 他怀疑 村长的死跟我家有关 要不然 这丫头怎么知道 我男人尸体边有两只狗仔呢 连毛色都一清二楚 局里经验老道的法医 在尸检村长尸体时 都忍不住出去吐了 虽然刀在村长手里 但人肯定是他杀 自己捅的发力点 与他杀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 根据伤痕分析 凶手个头应该不高 在一米五上下 体型偏瘦 很有可能是未成年 警察登门调查时 发现王家父子不知所终 破烂的老屋里 只有个瘦弱的女孩 她没名字 更没户口 村里都叫她王家丫头 审讯厅里 她窃窃的讲着那些诡异的经历 我没吃狗仔 所以嫂子没害我 平日村长总欺负她 所以死得最早 最惨 警察问 那为什么杀村长的刀柄上 会提取到你的多枚指纹 指纹 啥 啥是指纹 女孩脸上闪过茫然 我爹以前杀狗的 刀多 村长之前借走了一把 说要杀猪 一直没还 我没读过书 啥也不懂 但我知道警察叔叔 一定不会冤枉好人的 他的证词 通过了所有精密的测谎仪 就连局里的测谎师 也没能从他脸上 找到一丝隐瞒的痕迹 有警员不禁嘀咕 邪门 难道这世上真有苟气 两个大男人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 他那么瘦小 怎么会是村长的对手 可方队淡淡说道 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吗 少年拍漂流记 沉船后 一个少年与老虎 斑马 猴子 和土拨鼠 挤在一艘救生船上 船上没有食物 动物们自相残杀 最后只剩少年 与一只孟加拉虎 就这样 一人一虎 在海上漂流了两百多天 这是童话 也是现实 少年哪来的食物 这些动物背后 隐喻的都是人 说到这里 一股难以言喻的毛骨悚然 浮上所有人心头 他或许没有说谎 狗气这个故事 就是他眼里的真相 很奇怪吗 要知道神话故事最早 也是人类记录的一种方式 方队在上万字的案卷里 用红笔重重圈出一句话 在我们家 做人比做狗还惨 这句话 如果换个说法呢 在我们家 狗与人是一样的 当主角从狗成了人 以上故事又会是如何 警察说我病了 可我身体明明好得很啊 他们拿出几张照片 让我辨认 你记得这个女人吗 我们在你家地窖里 找到了她的尸体 我瞳孔猛的一说 嫂子不是已经路土为安了吗 怎么又会出现地窖里 警察怜悯地告诉我 没有什么狗气复仇 一切都是我的幻想 她已经死了足足一个月了 尸体是被你从地里 挖出来藏在这里 这些天 你每晚上都跟她睡在一起 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吗 我浑身开始颤抖 仿佛站在悬崖边缘 我想后退 可警察风力威严的视线 又将我重新逼回现实 照片里的女人 叫黄玉芬 或者你更习惯 叫她嫂子大黄 15年前的暑假 还是高中生的她 来县城探亲 在火车站失踪 后被拐卖到了狗村 根据DNA测试 你与她是母女关系 母女 我们吗 不可能 我觉得整个人 如同伙伴烧了起来 浑身都在发抖 我历生辩驳不是 她在被囚禁的这些年 除了你 还生了六个孩子 在生第七个孩子前 她遭到村长 很严重的侵害 一胎两命死了 你的故事荒唐又真实 因为那 确实是你亲身体验过的 只是你将痛苦 便投影成了狗妻复仇 我撞落癫狂的说不是的 嫂子生的是狗仔 每一个孩子 都是我接生的 我甚至 给他们都取了名字 你母亲前后生了六个孩子 但去向都不明 据别的村民交代 生下的女娃 一般都去合理逆死了 男娃娃 则卖给了城里的人 吃狗仔 只是一种隐喻 但我母亲受到的剥削 折磨 侮辱都是真的 身体最深处 那些可怕的画面逐一苏醒 我痛苦嘶吼 像条件人 就咬得疯狗 原来那个被囚禁 被虐待 被当成猪狗不如的畜生的 真是我母亲 她被拴在狗棚里 从被拐来的第一天起 舌头就被齐根剪断了 所以 她喉咙里 只会咕噜咕噜乱叫 像在狗叫 就这样 她从黄玉芬 成了土狗大黄 现在 你能说说你父亲 你的大哥 到底在哪里吗 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另一个年轻女警冲上前 紧紧把我抱住 先别逼她了好吗 她才14岁啊 她温暖的怀抱 让我想到母亲 我控制不住的泪流满面 她盆骨 双腿 肋骨 都有骨折痕迹 常年遭受非人的对待 还有严重的贫血 长期营养不良 让她肌肉已经开始萎缩 再过两年 可能连战力都困难 怎么不能是王家父子 杀了村长呢 他们早就为卖孩子的钱 分账不均内哄过 杀人后畏罪潜逃也有可能啊 没有发现王家父子下落前 一切都是假设 镇静记打下后 我恍恍惚惚睡着了 仿佛又回到了那晚 村长死的那晚 用一袋子肉干 把我骗到房间里 她对老婆说去找狗 只是出门的借口 你这馋丫头 越长越像你娘 这身段 这眼睛 你爹真蠢啊 两万就把你卖给麻子 这样你跟了我 我带你去城里赚钱 她对我爱不释手的表示 开始鄙视我娘 若我娘玩起来没意思 像死狗一样 狗狗狗狗 狗娘养的 狗杂种 狗东西 她不该提我娘的 我顺从地躺下 在村长忙着脱裤子时 我摸出随身带的刀 狠狠刺向她腰间 杀人原来能像呼吸一样简单 我一刀又一刀 直到死于停止了挣扎 仇恨早就入侵了我 让我从家处 变成嗜血的野兽 我走之前 还把两只小奶狗抱了进去 让他们每每饱餐一顿 第二天 我在人群里 听着村长老婆哭天喊地 忍不住笑了 一旁的邻居诧意说 丫头 你笑起来真好看 要多笑笑 真的吗 原来这就是笑的感觉 我摸着脸 心想 那好 我以后一定多杀 多笑 要笑得足够快乐才好 黄玉芬拐卖案 只是撕开狗村黑暗的 一个小口子 村里一直有买媳妇的传统 请狗妻 需要把狗装进棺材里 九日后就有了漂亮老婆 被拐卖来的女孩们 很多都会通过棺材运送 一路送到这个偏僻的村落 农村记白事 路上很少人会去查棺材 棺材 就是拐卖运送的工具 贫瘠的土地上 总能诞生最荒诞的故事 就像 罪恶总滋生在深渊最深处 他现在死了 这条线索就暂时断了 方队陈吟 你们没发现吗 狗妻复仇故事里 出现的所有人 在现实里都有一定映射 只有那个道士 在村里完全没找到 符合条件的人 但他的存在感是那么强 一定是有原因 每一次作恶 每一次推波助澜 都有他的份 为什么呢 这个人又会是谁 为什么王家请的狗妻 是村里最水灵的 王家很穷 理应没那么多钱 去买漂亮的女人 书弟 方队站了起来 对 老道每次出现 都重复过同一个信息点 我娘是你爹的亲姑 叮嘱过要给你家留后 要不是 看在我娘的面子上 老道的娘家 跟我们家沾亲带故 方对立刻通知 负责排查的同事 马上调查王贵的 所有女性亲属 现在年龄在50岁以上 她的外表 一定非常具有欺骗性 会让一个刚出车站的姑娘 毫无防备的去帮助她 跟她走 很快 主犯落网 拐卖我母亲的女人 六十出头 大家亲切的叫她王姑 是我爹的远方亲戚 她外表慈眉善目 笑容可亲 邻居都以为她有残疾 因为她出入都坐轮椅 可 那只是她骗取女孩信任的工具 她用残疾人的身份 获取信任 哄骗女孩们 推她到僻静地方 然后用迷药将她们迷倒 再用轮椅推走 这一招 让她成功拐到上百个女人 包括我那涉事未深的母亲 这 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狗县 特大拐卖人口啊 光这一个村 警方就解救出了 三十多个被拐妇女 鉴于我哥 我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每天有干净香喷喷的衣物 一日三餐有肉有菜 我第一次睡有被褥的床 才知道城里人 原来每天可以用热水洗澡 护士姐姐会耐心 教我来月室该怎么办 我幸福的不知所措 我像一直有了主人的野狗 被他们的善良一点点驯服 这天 护士正教我看图十字 方对来了 我们已经联系上黄玉芬的父母 他们还健在 你还有个舅舅 你母亲失踪后 他们没放弃 这些年一直在寻找 我没意思开心 哪怕白发苍苍的老人搂着我哭 我也咬紧牙关 没坑一声 我很替他们难过 真的 他们应该拥抱的人 是我母亲 不该是我 我是狗杂种 身上流着畜生肮脏的血液 那是一辈子都洗不掉的臭味 我怕熏着人 舅舅哽咽着对我保证 孩子 你就安心治病 知道吗 以后咱们好好生活 去过好日子 半晌 我抬眸 我真的有机会 去当个正常人吗 我的视线越过他们 落到方队身上 我可以吗 我用眼神问他 我知道他怀疑我 我也确实值得怀疑 可到最后 这个男人却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温和地对我保证 会尽最大努力 去寻找我爹我哥 他们伙同村长 卖了不少孩子 但村长扣了一大半的钱 你爹发现后 跟他起了多次冲突 也有人证 证明你哥跟村长 发生过肢体冲突 他还放过狠话 要杀村长 但 现在我们首要任务 还是寻找被拐卖的那些受害者 你哥你爹没有办过身份证 狗村又紧挨着缅甸 他们很可能已经潜逃 寻找他们非常有难度 你能理解吗 他的言下之意 我懂了 当春天来到时 最先感知到的 一定是夹缝中的野草 轻微的站立窜上心口 我的声音沙沙的 好的 我现在理解了 谢谢您 许多年后 方队收到一封邀请函 黄宁 哦 就是当年那个女孩 已经成了海内外知名的画家 她虽然读书起不晚 但在美术方面 却有着可怕的天赋 她的作品 以超现实的想象力 与恐怖细腻的笔触 闻命于世 她甚至被媒体称为 21世纪的歌雅 画展最中央 展览着一幅巨型油画 只一眼 方队就再也一不开眼 画中 两个男人正腐烂在 十万大山深处 他们的嘴张至开裂 里头源源不断长出 粗壮的树枝 枝叶昂扬 朝天空伸展 断裂的四肢 被右拳啃实 喷溅的鲜血 成了山西河流 皮毛坠落成 见过这幅画的人 都会久久失神 迷失在画家澎湃的 感染力中 是啊 被自然之解 何尝不是一种 美丽的奇迹 最后 方队一字一句 念出了这幅作品的名字 他们的新世界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